熱血製造 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大家好 我們是熱普城共同陣線 港島唯一本土派 熱血公民 七號鄭錦煥 七號鍾苑煥 我們熱普城團隊裡面 個個都有一些控制天氣的能力 你呼風喚雨是嗎 我只是喚雨 呼風就交給國師 我記得我們地板開張的時候 也是下大雨 教主來港島區幫我做街站拉票陣 也是下雨 所以上台又繼續下雨 但是我們是無據風雨 教主說風雨生信心 是的 現在希望大家可以 給我多點信心 令到我來最後八天九天的時間 可以繼續為熱普城 在港島區拿到其中一個 最重要的一席 兩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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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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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剛才 剛才邦尼師就錯過了大合照 希望有沒有 可以嚴厲的 上來幫我們拍一張 是否有魚眼鏡呢 可以幫我們拍一張 麻煩 一邊講一邊拍 我記得在整個公投制憲運動裏面 我們無論是有多大雨 有多大風 暴曬都好 我們都是在全港九新界各地都會繼續我們的街站 令我想起 我們是在雨傘革命期間 九月三十號那晚 有大量的市民 我們的抗爭者 行動者 聚集了在金鐘那裡 當晚是橫風橫雨 大家仍然都是堅守陣地 沒有走過 為的是什麼 就是想著十月一號 可以在金子晶那場那裡缺一死戰 最終被一班泛民阻交 阻撓了 甚至乎我們現在在選舉論壇見到很多人 在消費雨傘革命 說自己當時做過些什麼 我作為一個前線的行動者 每次去到選舉論壇 我聽到有人這樣說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憤怒 他把所有的功勞攬在他們身上 一些泛民的政棍 可以不知羞恥 可以繼續說他們一些荒謬的論述 完全是看不起我們抗爭者 我不敢代表 我不敢說自己代表了 當時走出來的一些年輕人的抗爭者 但是 我站在最前線那裡親眼目睹過 很多荒謬的事情 一些泛民的政棍 可以和黑警勾結 出賣我們的抗爭者 我前線的戰友 傷的傷 拘捕的拘捕 有些還在坐牢 他們在選舉論壇之上 不敢承認他們犯下的錯誤 就算不說預算革命 我們說他們之前在立法會裡面 通過過這麼多不義的議案 出賣香港人利益的議案 他們一一抖刑 還在拼詞狡辯 所以 是今天 中午播出的TVB的選舉論壇 大家看到我 我真是 喝不住心中的路火 動了真氣 是 今天現場有一本 雨傘失敗錄 為什麼 身為一個前線的抗爭者 都要走到去 一個選舉的舞台上面 就是因為 我再喝不住下去 只是在金鐘拆大台都不夠 入報立法會裡面 我一樣會 揭破泛民的虛假面目 一樣會拆建制的大台 拆立法會的大台 好 今天播出的論壇 其實我也有一個總結 就是說 我希望 全部香港人 不要只停留在畫面上面 戰士機畫面前面那些 那場show 那些畫面 我希望大家能夠真是拿起那份政綱 哪一個才是最有軟見 最有抱負 最有藍徒的一個候選團隊 我相信五區公投全民制建永續基本化 不單止是港島區這裡做的事 而是整個香港一起去做推行的運動 我們不單止是要揭破泛民的真面目 建制的真面目 在論壇一路選舉工程進行期間 我都和四眼哥哥一起 經歷了很多街站也好 街站也好 街站也好 或者是論壇的各個醜面目也好 我們不單止是要揭破他們 而是要打破這個困局 反手圍攻 因為香港是屬於我們 我們亦都希望 我們亦都希望帶領整個泛民 帶領其他的政客 向一個真正有軟見 為香港建設的藍徒的方向去走 那些經常在一個月之前已經說告急 選情嚴峻 就開始告急的人 我希望他們能夠深切反省 未選先急投來做什麼 那我們不如全部把那些票賭給葉寶城 好 好 支持四眼哥哥鄭錦門 希望在港島區能夠把所有的票 集中票員票投7號 鄭錦門 好 DONX其實是一個陳雲弟子 我想說兩句 在網上經常有很多人問 國師吃了藥味 我覺得他們根本是問錯問題 國師這麼厲害 應該問國師你吃哪一種藥 可不可以介紹我吃 我都想變厲害些 在選擇論壇上很多人 打算借陳雲的論述來攻擊我 我也想跟他們說 有病的是你們 你們根本就看不清楚 看不明白陳雲老師的論述 今天還想講一點泛民 一講泛民 現在必須要看的就是長毛 我記得去年2015年尾 在旺角街頭那裡 有一個關於反網絡23條的集會 長毛問我你吃了飯沒有 我今天真的很想回答他 長毛問我你吃不吃飯 我今天很想回答他 我很想吃飯 我很想回到旺角的家裡吃飯 自從開展了這個選舉工程之後 我都沒有回到家裡吃飯 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年2015年8月的時候 我一個家人生日 但是當日呢 我就剛巧要去荔枝角那裡收押 就是收押 就逢不到他去過生日 那他要去到荔枝角收押所那裡探我 那2016年的8月 我一樣陪不到他去過這個生日 他要來到我港島區的地板那裡 去加入我們的血汗工廠 做了幾個小時幫我們貼貼紙 我很想借著這個機會 多謝我家人 因為其實我離開香港去澳洲生活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們不想我 在香港的抗爭行動的現場 有太過激的行為 他知道我很容易衝動感情用的事 但想不到去了澳洲回來就更加… 變本加厲 變本加厲 所以我真的要多謝我家人 我希望9月5號我回家吃飯的時候 我是用一個勝利者的姿勢回家 我希望大家可以幫我一起走完 就是最後一個禮拜的日子 用盡你所有的方法 打電話吹票也好 下街站拉票也好 任何一個方法都好 令到我 鄭錦門能夠在港島區 拿到這個重要的一席 港島區從來沒有激進派或反對派 是能夠在港島區拿到這一席 我們只要拿到這一席 我們就可以啟動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運動 千萬不要小看這一席 拿到一席不僅是可以啟動公投制憲這麼簡單 是在改變整個香港的政局 大家會覺得港島區很難打 其實大亨九龍東的選區更難打 會否收分 開頭有很多人 會在這裏說些廢話 說港島區 即我下來都是炮灰 這樣那樣 但今時今日我可以證明到他們看 我做到的事 第二個下來一定做不到 好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幫我和Polix 最後贏兩席 好 好 好 大家都想在立法會 看到這些這麼美麗的面 好 好 還有美麗之餘 還要是有論述 清晰 知道自己說了些什麼 好 我們幫幫你補一張大合照 之後再去 謝謝 you 來吧 謝謝 感谢观看